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今天欢迎大家来看桑普频道 今天希望大家留言、分享、订阅、Youtube、Patreon 看完广告和利用Sewa Thanks Function 继续赞助支持本人 今天我要出去做节目和教书,希望早点和大家录节目 今天讲什么呢? 关于一宗台独22条意见 这件事我会发觉都是 叫做 台湾版的港版国安法 换言之就是说这次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杀有介事的样 病疾乱投医自嗨 病疾乱投医自嗨的方式 来将中国版的反战电法、港版国安法的台湾版 适用在台湾里 将所有的台湾人,基本上九成 绝大部分的台湾人要求 台湾独立也好 维持现状也好 所有这些思想虽然有不同的杂质 在里面 这些统统都视为台独 总之 你不支持统一的就是台独 以前就说你支持 台湾证明独立的才是台独 邓江湖时代 但现在 去到习近平时代就是说 你不支持统一的就是台独 这个做法就对香港很明显 你不支持中国 全面管治权的就是港独 这个就是一模一样的做法 以前香港有很多个例子 唐英杰判九年有六年半都是因为这个 煽动分裂国家罪 马俊文 美国队长 判足五年九个月 另外有个香港独立党的主席 判五年 都是用煽动分裂国家罪 来定名的 另外譬如你看到 袁正廷 一个在日本 甚至国安法之前 发表过 在日本法帖文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结果 回到香港的地方 因为要换身份证 于是乎 结果就是被人拘捕了 经过很多的折冲之后 由 分裂国家罪 一直到煽动意图罪 判监两个月 所以看到 香港的这些 国安系统的法律 有域外适用的这种情况 踐踏着 各国的主权 亦都是所谓长臂的 不当的使用 这个很清楚 现在是怎样呢 他就想用这东西对付台湾 但是台湾 2350万人 是不是这样算数呢 这个就是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 核下的两高三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和三个部门 公安部 国安部 和司法部 6月21号 共同发布 很长的名字 关于依法 情治 台独 环固分子 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 犯罪的意见 中共22条 我简称台独 22条意见 就是立即实行 要严调三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法 理台独 以外谋独 即依赖着 以帮着 以外谋独 以及以无谋独 基本上这样的搞法 就是所有 涉及到的 不单只是 台湾的国家机关 还要所有 国防外交 学者企业 产观学 所有平民老百姓 再加上 在全世界 都涉及到 外国人的问题 即不止是台湾人 外国人都包括里面 全部都有问题 几个特征 几件事就是 特别严重的可以判处死刑 首要分子的暴击逗刑 十年以上 極度类似 港版国安法 或者23条落法 另外可以在犯罪嫌疑人 在境外 不道案的情况之下 移送起诉 而且开庭 没有公开 没有公开审判 是开庭 缺席审判 可以default 做一个judgment 换言之是 一做判决 你一个人都可以做判决 缺席审判 开庭 缺席审判 没有公开开庭 是秘密开庭 所以这件事就是 基本上 判你有罪 就再判你有罪 判了你 你有罪 譬如你三婆有罪 那么你都可以 一生都 咦 咦 咦 是一件笑话 另外就是 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对于已经立案侦查 和法院 已经受理之后 逃避侦查审判案件 当然不受限制 而很多的情况 可以20年之外 再加上去 而且整件事 就以犯罪 终了的时刻 就是说你一直 违反的话 追诉时限 最后的部分 才开始起算 他重复 22条 基本上就是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 领土不合分港的部分 当然 联合国大会第2758个决议 1971年 这个决议 基本上没有涉及到 台湾的主权问题 你想想 这个就是当时他说的 共产党说的 就是不断在 反分裂国家法第3条 讲的台湾问题 是中国内政的遗留 OK 你看到这个就是他的想法 如果你把台湾 陷入中国的部分 突然时共产党打台湾 变成了一个内政问题 内战问题 外国就没有办法干预 所以一定要跳脱这个框架 而事实上 我们的国家 现在的名称 是中华民国 我们的国家就是台湾 这个地方 绝对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载 以前没有 现在没有 将来都不会有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不包括台澎金马 而台湾 绝对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领土不得分解的部分 这个要以正前讲 一讲 你就是煽动 你就是实施 你就是组织 你就是策划 你就是指挥 又是死刑 死刑 其实你这样的 这种说法 变成了叫做什么呢 叫做一种 威胁 疲累症 这个第一样 你想说 就是说你不断的 说你桑普 或者其他的评论人 或者世界上所有人 出了外面 天天 闹共产党的 坏话 天天 一条死罪 是啊 在香港的 国安法里面来说 这是死罪 其实是 冒期徒刑 一日煽动 两日煽动 三日煽动 这样的情节 特别严重 是不是 首要分子 情节特别严重 罪行重大 是不是 我都死了这么多次 不差再继续说下去 这个就是问题 就是你搞到 个个做陈胜不过 每一次你讲的 冒期徒刑 没一次说的 死刑 判的 唐英杰五六 马俊文五六 他做这么少事 一支旗 2020年7月1号 去到这个铜锣湾 撞到警察 那支旗本身 只是说分裂国家罪 六年半 另外加上 两年半的就是 重疮冲撞的警察 OK 六年半的 煽动分裂国家罪 这支旗 样样都六年半了 我和很多人 不断说 怨荣光归香港 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 那我一定无忌逃 是不是 再加上你现在说台独 特别严重的 你说判死刑 刑法 中国刑法103条 死刑 那你死刑的话 很简单 我写了这么多次 又不见你 在捉我过去 又不见你有什么问题 隐刀成一块 不乎少年头 反正都是死的 年年说 月月说 日日说 反共 颠覆 勾结 恐怖 再加 恐怖我不会搞的 比如说 分裂 年年说 月月说 日日说 这就对了 因为 那个边际 惩罚 Optimal penalty 已经封了 那你叫做什么 叫做威胁疲累症 这个其一 第二样就是说 你这样做这件事 达成什么目的 一就是想吓我们 这个当是笑话 一公布这个22条 中国股市 爸爸声跌 台湾股市爸爸声声 没有人受你威嚇 我看到南六百国方面的人 都当你的笑话 最坏的 阿文哲 又说共产党是 台湾的 朱队友 共产党 中国从来不是 台湾的 队友 何来朱队友 他是台湾的敌人 中国是台湾的敌国 中共是 台湾的敌对势力 何来 这个 队友的问题 阿文哲 应该要 就是 这个脑袋 还有这么多人支持他 莫名其妙 再加上我们看回 他这次 讲出五类型的犯罪 势力 立了刑法 而且 他里面很多的构成要件 完全 是所谓的 不确定 模糊的 故意是这样的 你看23条立法 和 讲什么国安法都知道 譬如他说 组织策划实施 台独组织 行动綱领 计划 甚至没有方案 这个情况 甚至没有 有指挥 去做这件事 犯罪 什么叫台独 他没有定义 没有任何的定义 什么叫 江领计划 方案指挥 也没有定义 第二样 就是制定 修改 解释 废纸 任何台湾的相关规定 即是法规 命令 所有的里面 那 法律 命令 所有的 如果有任何制定 修改 解释 废纸 或者做公民投票 图谋改变台湾属于中国的法律地位 那你的法律是理定的 即是你的法律是理定的 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法律地位 是不是 但他竟然说 台湾可以做公民投票或者有关的修改法律 改变台湾属于中国的法律地位 那你承不承认台湾的法律 你不承认台湾的法律 那你说什么 改变台湾属于中国的法律地位 你是不是自相矛盾 另一件事就是 你讲改变台湾属于中国的法律地位 本身台湾属于 不属于中国 才是事实上和法律上的 合理地位 今时今日你说改变 枉作小人 即是说 各位观众 你 可以属于我的 你的财产是属于我的 这个法律地位不可改变 你的财产从来都不属于我桑普本日 我怎可能 通过 你讲的任何说话 改变到这个地位 这个荒谬的地方 第三样东西就是 推动台湾加入 只有主权国家可以加入的国际组织 或者对外官方往来 和做军事联系 图谋 搞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 和台湾独立 这番的说话 基本上禁制这件事 但是不要忘记 刚刚才搞完 一个星期之前搞完海峡论坛 搞了一大堆东西 而且 美国正在 帮助台湾 去加入 联合国体系 和多边的组织 包括 WHO 世界卫生组织 以及 ICAO 国际民航组织 讲到明 各国很多地方 很多国家这几个礼拜 不断访问台湾 是不是 荷兽的 荷兽的丹麦的 保加利亚的 捷克的 斯洛佛克 丹麦的 丹麦兽的 国家的代表团 一起来 军事联织 军事联织 等一个月 等美军出兵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 军事联织 那你要惩罚的 请惩罚 通缉拜登 通缉布林肯 通缉帕克罗 你不要跟我说那么多 通缉他 对不对 第四样东西就是 要在教育 即是在职业 这个职权的范围之内 是 做教育 文化 历史 新闻媒体的 歪曲 散改 是不行的 其实说散改 其实我们 讲真说行公义好年文 他就说这些散改 因为 假的就是真的 真的就是假 方方面面 就是这个 每个方面 共产党叫方方面面 教育 文化 历史 新闻媒体 所以前几段 制裁了五个 所谓的台独 环顾分子 黄世聪 李正浩 黄义川 于北辰 和刘宝杰 这些全部都是 台湾的名嘴主持人 其实之前拉出的名单都很多 就是说2020年11月 当时过台版的主任 朱凤年号 清单对准台独分子的精准打击 21年5月和21年11月 谴责吴超涉 苏貞昌 游石坤 去到二年的时候有10个人 肖美琴 顾立雄 蔡奇昌 柯建明 就是老阿 林非凡 和这个 黄定宇都包括在内 OK 总之只要不接受中共统一的债台独 只要是说维持现状的债台独 只要是说 其实不是这么多 黄仁芬 最后NVIDIA 那个CEO 说台湾是一个重要国家 国台版只是说 你要补补货 脑补一下 不好就这么快说 你应该拉他通缉他 根据台独22条意见 去通缉黄仁芬 NVIDIA董事长 是不是 你不通缉NVIDIA的CEO 你跟我说 你自己台独22条的意见 摆明是什么 选择性执法 这些只不过是你拿来的工具打压你 黑你真人的意思 当黄仁芬 有利可逃 有机可乘 有东西可以用得到 当然不打压你 笑骑骑 之后才会放毒蛇 但是对于譬如我 对于其他人 当然会凶狠地打压 这个就是他们共产党的做法 这叫黄仁芬 说台湾是一个重要国家 那你应该说 这个是什么 教育文化历史新闻媒体上面 歪曲扭曲 歪曲散改 打压 包括那些支持和平统一那些 所谓统促党 哪个 支持统促党的 OK 谁打压统促党的 这些统促的政党 团体人民的 全部都是叫做什么 煽动分裂国家 或者分裂国家 总之白狼 统促帮黑社会的前大佬 组成的这个统一 和平统一促进党 在台湾里没有票的 没有议席的 这个统促党 谁打压他 谁唱衰他 谁对于他不利 对白狼不利 你就是煽动分裂国家 这样也行 这个就是共产党 还有一个第五点 其他 任何图谋 要分裂国家的行为 就是说 没有说过的 说你分裂国家 就是分裂国家 这个就是 共产党 就是把香港的模式 中国的模式 放一个大地方 想用在台湾到底 用得到吗 各位用不到的 你做的只是一个大内宣 给你的政敌看一下 给你的人民看一下 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 但是中国的人 没有人会反抗 反而相当支持的 你和他反习 反共 他可能有些人支持 但是你和他说 台独 港独 一定反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被洗脑了 那么 整个大中华的一种 风雨不动 安如山的一块垃圾 有什么办法 我要骂这帮人 我不是和这帮人 讲故事 我就说这帮人的思想 是垃圾 糟糕 必须被 验证正事 和改善 那么 这个是一件事 另外就是说 你会发觉到 很多的罪行 就说 如果你重判 如果你 主动投案 不再实施 放弃实施 减轻消除危害的话 可以设案不起诉 甚至 只是 一项 或多项的东西 去起诉 这件事 就是他们这样的说法 而对于台独 环固分子实施的 资助 实施危害 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 是可以参照办理的 即是说 即是从舆论战 到法律战 一个星期前 有海峡论坛 还在说和统 还在说 和统的日子 统一的和平 最后就是说 他希望通过 透过 不如和大家做生意 两岸交流 搞居留政 融合发展 甚至手机门号 银行账户 扣置房产 全部给你优惠 有个黄暴百年 海峡论坛 这些东西 国台版搞这些 做白面 接着 找这些 公建法 国安部 公安部 这个 刚刚说的 司法部 两高三步 去做一个这样的 台独 22条 是不是左右手互打 左手打右手 软硬无道呢 其实我觉得 很多人这样看法 是太不了解中共 他以为政法系统 压跨了 台版系统 其实只不过是说 共产党 阴情不定的 这种骗述 战术的其中一个元素 邓小平执政那么多年 很多这些东西 为什么 他意思就是说 胡罗伯 胡罗伯 大棒 交替使用 将这个新闻 放入人民日报的第六版 不等于说 他这件事是有内部的权斗 这个是 习近平拍板 全部都要跪下 先用胡罗伯 去准备台湾人 再用大棒 来打台湾人 接着之后 再出胡罗伯 大棒 不确定的时间 不确定地运用 这个就是共产党的心法 不明白的 就以为 政法系统 压跨台版系统 这个就是 荒谬的 那你看回这个 整件事里面来说 他就等于 升级了 用法律战 去配合 舆论战和 心理战一起去打 造成一个 强大的认知 作战系统 而这个法律战 目的是威胁 但是收不收到效果呢 不行 你看到台湾六委会都说了 北京对台湾完全不具司法管车 只会挑起 两岸对立 影响交流 无助良性发展 他呼吁台湾民众 安心 不要受威胁 动客 这个当然是 重要的一番 说法 那这个 完全将刑事司法管车 将独裁国家 专制国家 极权国家的 刑事司法管车 去施用于域外 武器化 这个就是他们正在做的 而且他都照抄照搬很多 中国和香港国安法的内容 台独的定义也都非常不清楚 甚至你主张台湾 这个是一个 中华民国台湾 统治这个地方 都不行 要收割现有的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港澳条例甚至是宪法都不行 是不是 甚至是说 你说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都不行 总之你不可以说两个国 我都说两国 是一个事实 你不承认你都可以这么说 两个国家并存的事实是 现在的情况 我们面对这个现实 如果你不面对现实的 依然在一些 大中国 老男型的反攻 服国 你不见你反攻大陆 是不是 清除共匪 另外就是 共产党式的 就是说台湾是中国的部分 这些东西完全不是我的想法 亦都是我坚决反对 求力谴责 另外就是说 他所规定的犯罪行为 由于 他们讲到很多 以言入罪 伤害着台湾的 免于恐惧的自由 和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集会结社自由 于是 他是违反 联合国的 公民社会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有关国际公约 也都是违反 国际保障的人权 另外就是说 连台湾对外联结 和国际合作 都包括在内 即是说 他可以犯罪认定的一些被告犯罪业民人 包括国际人士 不限于台湾 甚至有可能 是透过这个域外通缉 拘捕令 缺席审判等方法 来做这种 是违反了 国际各国 本身 属地原则为基础 要普世管载权 一定涉及到 譬如说 一些庞大的 反人类的罪行 譬如genosal 譬如说 即屠杀 譬如说 涉及到 一些特别的法庭 譬如东京大审判 纽伦堡大审判 或者涉及到 跨国的一些 恐怖主义的犯罪 这些就是 我们讲的是普世管载权 这些完全无关 是一个政治犯罪 OK 我也希望 全世界各国要坚持 就是说 台湾外交工作 要希望做了几个实处 就是说 第一 呼吁民众不要去中国 香港和澳门 因为共产党分分钟 抓电线 找几个典型的例子 来作为一个 打压的基础 譬如2020年7月1日 立即找唐英杰 之后 马俊文 香港独立党案 袁正廷 这些全部都是关于 就是 煽动分裂国家罪 或者类似的犯罪 你煽动 跌幅国家政权 那些事 比如说47人案 要捉一点刑 我想这个情况会存在 以前 台湾 一直以来 李明哲 李孟居 现在还在中国的副策 这些情况 看得到 他会捉一些这样的人 来当作一个 制裁的恐吓大家的对象 那定立 台独 22条意见之后 我相信共产党都会捉一些典型 所以非必要 非有国误 不要去中港澳 第二样东西就是 防止中国跨境 捉人 拒绝引渡 拒绝私刑 拒绝中国的一些人 中国的机关 派人 去各国執法 比如我都说过 法国 将人拿去中国餐馆 一架车 运到大高乐机场 去上机前 那个人 走掉了 OK 有例如 比如说 最近英国的例子很清楚 Tricket 是不是 Bill 是不是 袁重Bill 等等事件 全部都是叫跨境 去所谓的 执法 其实是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跨境的镇压 而且不可以印度 为什么印度有三个例外 三个原则 一 你有没有印度条约 二 就算有 是不是这个犯罪 在那个国家都视为犯罪呢 那么很多国家都不会 Double Criminality 第三样东西就更重要 政治反良心反不引渡的原则 这件事很显然是政治反 换言之各国是没有任何基础去引渡 我希望各国能够做这样的宣示 第三样东西就是 台湾自己本身 好得台侨在世界各地 希望建立到 台湾人的海外活动安全网 因为人们分分钟用 2019年 年初 送中条例的精神 不说这个政治反 就是为杀人 放火 压钱 逃税 或者性侵犯 然后用这些假的罪名 逻辑罪名 要求各国 将一些台湾人 或者香港人 任何人 说你主张台独 将你引渡 回中国 所以台湾 有这样的政治上的 道义上的责任 去和其他国家 商议一个政策 而台湾的社群 也都需要自力救济 建立台湾人的海外活动安全网 这件事重要 第四件事当然要反应之作战 一中原则坚决反对 我们希望和各国做情报交流 协同合作 互相应对 反对中国的法律战 舆论战心理战 第五件事当然是涉及到 我们是要以实力 谋取和平 所以我们更加需要 文的没有的 偷略都需要做得好 第六 脱欧脱链 外国撤资潮更加加剧 另外我们都要支持 曹兴成董事长 发起的反反分裂国家法运动 将这件事呈现给全世界 OK 以这件事看到 南白的势力 可以这样说 在立法院福二案的 否决的当日 这个 中国的两高三部公布的台独 22条意见 事有丑考 是否空月来风未必有因 未必无因 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希望大家知道 他们想搞乱 现在知道 赖清德总统 已经是提请 司法院大法官 的宪法法庭 作出实宪 甚至申请 临时处分 禁制这个法令的 实行 这是好 未来10月 会有 大概 七个大法官 即是 台湾有 七个大法官的任期界门 按照宪法 增收条文 他们是 8年的任期已到 不得连任 再要去选择 这个新的大法官 按照宪法增收条文第五条的第1行 就需要由总统提名 由立法院同意的 而立法院过半数同意就行了 而过半数同意是 谁政党同意 蓝白要有四 这是一个大问题 变成就是 细处在 影响到 未来大法官 在这个宪法法庭的表现 当然 你剩下的宪法法庭 只剩下8个人依然可以 开始審议 做判决 仍然是有效的 但是 会使到很多问题 变成一个 K刑和扭曲的状态 甚至剩下的人 导致判决结果的不确定性 也会增加 这儿希望大家都明白 曹英成说过 拍马屁 讨堂吃的亲中人士 两面讨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中共暴力方言建立的非法政权 所有法律都是非法的 国民党副主席 连世民说我是台湾人 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曹英成的駁斥他说 如果你说的中国是中华民国 那你就台独了 按照台独的22条意见 你就是台独 如果你说的 中国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就是叛国 叛台湾 所以这种这样的国民党 只是用这些模糊闪烁其词 并非堂堂正正 这个是拍马屁的悲哀语 和虚偽 要说的 就像曹英成说的 我是台湾人 中华民国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两国互不底属 如果台独 就这样叫台独的话 这个就叫堂堂正正的台独 这个是安全的 反而那些人 经常要游走于中港澳的那些人 是不安全的 那你拍马屁 最后去到最后 比如连姓文 朱立伦 要附中交流 分分钟你来到中国的时候 变成人治 变成李明治 李孟居 负责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如果你继续赞成 一个中国 反对台独 尖尖自喜 可能社会主义铁权 就会打在你的面上 逮捕 勒索 坚而有之 所以大家对于这些情况 不需害怕 我们只需要 继续做事 台湾的地位 是由台湾 2350万名的 住民 自行 决定未来 自决 独落 坚持 忍耐 希望有一日 终于台湾能够正其名 这是我们的冲心的愿望 好了 到了这个地方 大家 就会觉得 这样的情况 会不会 未来会更加 恶劣呢 我觉得 就是这样 会不会更加恶劣呢 会捉几个典型 产生恐吓效果 但我觉得 这样 就记住 不要去 中港 这是很大风险 极度高的风险 任何人都可以捉的 因为任何人都可以 蛛丝马迹 比如我是 台湾律师 律师证书上是 中华民国 那你就台读了 所以我们就说 既然是这样 本死无大海 个个做陈胜不广 怕什么 Nothing to fear Nothing to lose 是吧 所以我们最紧要就是 坚持我们的信念 勇敢走下去 OK 我们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